我们继续再来看 里面第一个云端上面的相关资源 包含范例档 另外的话还有云端白板 答案就在这里 每一个范例档文字与之下的函数 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会要的答案 上礼拜有提到像REPT、LEN、MID等等的 其他有些没讲到你们可以自行再参考 然后第一个方法用REPT加LEN来解 第二个方法用TEST来解 另外的话还有几年次 除了TEST之外我们还用到REPT 另外REPT之外还用到VALUE VALUE很重要 因为TEST转换过来的是一个文字 文字因为以后 我几年次如果要把它当数字来看待的话 你TEST过来还是文字 你就无法找到用大于等于小于 去找到你要的那个数字 所以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加个VALUE 如果没有加这个VALUE 很抱歉 结果就完全不会符合你要的那个结果 所以有的时候 我上个礼拜特别强调 那个资料形态的转换 这个部分 我发现很多人没有观念 其实程式设计里面 假设把未来你们要学习程式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资料形态 一定要很清楚 你不要把那个文字当数字 数字当文字 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在电脑里面 他会认为文字就文字 数字就数字 但是在Esser里面看到的 可能都会长一模一样 OK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有机可循 什么有机可循 比如几年次 对不对 如果你有加value 它一定会靠右对齐 如果你没有加value的话 假设这个value拿掉的话 我上次有提到 如果你没有把它加value 它就变什么 文字 文字它会什么 靠左对齐 所以有时候 从这边也可以或许 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鸡 OK 你会发现 其实它长得一样 你怎么会知道说 到底这个是文字还是数字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 透过靠左靠右对齐 也可以稍微看 当然你如果用人工 假设你说 老师那我如果刻意把它 变成靠右对齐的话 那当然你也看不出来 不过前提是 如果你都还没有 做过格式之前 它就靠左 那表示它是一个文字 那时候你就要小心 如果是一个文字 那当然你就不能用什么 用那个所谓的筛选功能 筛选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熟悉这个功能 资料里面的筛选 那你如果说呢 假如你今天不是把它转换成数字的话 它就会变文字筛选 那文字筛选呢 就找不到你要的那个范围了 它就不把它当数字 不当数字的话呢 那就没有办法 变成说我要几年次嘛 比如五年级升 五年级就五十到五十九 那就是一个数字之间的区间嘛 那当然你用文字就做不出这个效果 那当然如果你把这个资料呢 再带到枢纽分析表里面 也没办法 特别之于 因为所有分析表一样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都是一连串的连锁法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上一半有特别特别讲到 所以这个也许 如果假设细节不太清楚的话 请各位到哪个地方 因为刚刚同学也有问 在论坛里面 之后我们上课的所有的影片 我都会把它放在这个连接 那如果说你未来 还想要继续收到那个 我们上课的播放清单 那边之后播放清单是 没有开放的 也是如果你没有上我这个课的话 我不会寄给你 也就是你又不会知道 OK 那怎么样才可以知道 你就很简单 这边我这里下有一个 这个流程 你登录过账号 然后点这个申请成员资格 然后告诉我你的学号 如果你有学号 如果你没有学号 你就是至少给我个名字 然后告诉我说 申请原因随便打一下 也许你就是复习用 OK 然后我就会帮你 什么加到里面 比如说这边有三个同学 也不怕是我们 当然也有一些 不是上课同学想加入 那我都会婉拒 因为我基本上只有 给我们上课同学加入而已 也就是说只有你们 到时候加入 我会课后把影片贴上之后 会自动转信到 你们的信箱里面去 那你就会收到什么呢 收到那个清单 我给各位看一下 类似长这样 上个礼拜的那个 波浪清单 它就会有点像一封信件 然后呢 上面我就会习惯上 会把我们上课的 那个内容 做个清单 所以上个礼拜就讲 十段影片 那十段影片的 完整的内容就在这里 不过好像有点失败 就是这边好像还有换行 所以这边可能如果有时候 你点下去 它出现好像没办法 其实应该后面好像漏掉 有没有 所以你把这个整个旋起来 然后呢 用什么 前往就好了 它好像后面那个超连结 没有加进去 所以变成少几个 有没有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一直到第九 第十段 那你可以针对 比如说上礼拜的同学 比较有问题 就是这样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有没有 你如果4K 你就反正会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你不会做 是因为什么 你就少那一两个动作 你那一两个动作 会的话 其实都很简单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那种感觉 所以像我自己也难免 我常会因为 我做过 是因为会 但后来我要做的时候 我发现 我放了一两个动作 那个麻烦 怎么办呢 我习惯他会把我 以前自己的影片 把它再看过 马上就会了 我觉得这问题就解决了 你就不会说 一直卡在那边 有时候 一两个动作 那可以 可以一整天都在 弄那些东西 弄不出来 就弄不出来 卡关就卡关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不要浪费 那个时间 在那种卡关上面 那怎么做呢 像我习惯 是自己把影片录下来 那我是建议 以后如果 你可能会忘记的东西 也许录影 把影片 画面截图 不过截图的缺点 就是你要一直截 那录影的话 是连续的 所以我自己 以前做过的事情 我 即便不是上课 我会把那个 影片自己录一下 不讲话也没关系 反正就把那个动作录下来 然后放在 我找到的地方 比如放YouTube 那我以后 刚好用在这部分 我就不用再 重新再想说 我那时候怎么做 我就把影片看一下 原来我之前是这么做的 真的 尤其年纪越大 我永远有健忘的问题 对不对 而且不是说年轻 年轻也都会忘 你都一直以为说 你还会记得 说真的很快就忘记了 尤其电脑的东西 这推陈出新的速度 又没太快了 你还没学熟 就一个新都又出来了 那永远学不完 像我 我刚以前教过程式种类 超过十种 对不对 那我如果每个课程 我上过课 然后我要再来过一遍 当我熟悉 常教的我OK 可是我一段时间不教怎么办 很简单 我把这些影片 我自己以前上过的影片 自己打开来自己看 马上就OK了 真的省掉非常多备课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这些影片 我可以有这些影片 除了自己受惠之外 别人也受惠 这也许是一种方式 像有时候 拆一些那种3C产品 也是一样 把它录下来 这一次拆会 现在是不一定拆得开 但现在手机又来又复杂 有时候一个地方 你如果知道 马上可以拆 其实我很喜欢拆东西 我每天都在拆东西 男生就喜欢拆东西 所以家里所有东西 像家冷气 冷气也是一样 那个冷气 就觉得上面好像有点脏脏的 就觉得 一定要把它拆开 刚好我很喜欢买工具 这种电动的工具 马上就可以把它拆下来 然后就想说 因为我太太有点过敏的问题 我想说 把那个都把它清洗一下 网路上刚好都有人教 蛮多工具人的 拍影片拍的蛮好 你把它看 马上就会了 还有一次 我女儿刚好她手表的表带断了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家刚好也有表带 没用的 那我想说怎么换表带 我可能 YouTube上面打一下 表带维修 表带 关键字打一下 我就知道 原来那关键的地方在闹 我就马上把表带修一下 我女儿很开心 我自己也有点成就感 看我爸爸什么都会 好 这是题外话 所以这个只是 那之后的话呢 我会把影片 一样贴到这个论坛里面 所以如果你们要加的话 你就是直接 从教学论坛 这个连结 进来的话 你就是先登录你的付货帐号 然后就输入 申请词论坛成员 那如果我看到会像长这样 目前有三个同学 三个会员申请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都 因为你们如果假如后面有叙述 有某某某 比如像这个同学 那我就看一下 有这个 菜参长 有没有 OK 那我就怎样 我就把它打勾 OK 成诗语也用 OK 然后就把它打勾 另外这两个是不是 有没有 都有 只是后面如果没有讯息 有时候我会用猜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 如果是的话 我就帮你打勾 那下一次 客后你们就会收到 上课的影片了 然后总共有八周 最后有八次 就有一个清单 类似像一个 我想就是上网课 这边已经有一个 线上的一个课程了 它好处大概是希望说 可以帮助大家 所以你会办 我光以前上过的课 每一个都有 你会办法一堆一堆 这大概可能上百个吧 这边底下还有 上过每一个课 只有一个 OK 那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在今天我们接着就来看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一样 把上个礼拜的东西 复习一下 像这个功能 有些地方真的 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都非常重要 像资料筛选这个功能 将来当然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把它变VBA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以前用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把它程式化 也就是说你以前所有做过的事情 真的可以一键完成 也就是你要做报表 你每天都要做一堆事情 才有个报表的结果 报表 那其实你这些所有的动作 通通都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那就一次就完成了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会大大的节省很多时间 你就不用每天这样做重复的事情 那当然你会相对的 好处就是你真的会变得 多出很多的时间出来 你就不需要一整天都是很忙忙忙 赶赶赶 你突然发现哇 时间变多了耶 OK 每天还可以跟同志稍微聊个天 然后慢慢来 没关系 因为事情今天做好 老板你事情都 只是不要那么快给他就是了 因为以我对大家了解 大家同意都是 哎我做好了 先装忙一下 不要让老板知道你做好了 不然老板又会交代的事情 可以 你就永远都忙不完 OK 但是至少你有东西了 你不用担心 可是就话说 有的没有 都不会 每天都是很紧张 老板 现在人都很要很急 尤其如果你老板又是很急 很赶的人 现在老板 他脾气又很暴躁 你就觉得压力很大 OK 如果你会一些东西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你早就运动好 只是假装 假装很忙的样子 对 装忙 我发现好像大家都很会 OK 然后 但是实际上你已经有东西了 甚至我之前有 我同学学完之后 他 他变得很轻松 一直在想说 这工作已经太简单了 不服务他现在的专业 所以他很想要跳到别的单位 或者是说换个地方 这样的 OK 好 所以第一个 再其他 再来的话 上一半还有什么 就是把它变VBA 首先第一个开发人员标签 从这边 这个打勾 制定工程区 这个打勾 才会有这个开发人员 所以第一个答案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都会还原 所以如果你已经还原 你记得要再把这个开发人员打勾 他才会出现 OK 那 出现完之后的话 我们上礼拜已经做了第一个 就是两个按钮 这边按下去 这边可以出现 那实际上就是利用录制聚集 这边有录制 你先彩排 我们然后都三个动作 E游标放在外面 然后点一下 这个第一个动作 这个叫Range的 E2除旋格点Slide 它会帮你产生层次 基本上VBA的层次撰写 有点像那个物件的概念 前面这个物件的名称 Branch 就是物件的名称 刮胡 双引号E2指的是那个储存格 E2储存格 点Slide就是说 我要把游标放在里面去的意思 所以它将来就会把你每一行 每一行层次都录下来 基本上我们可以再利用插入这边按钮 产生两个按钮 所以按下去 这边就出现 那最后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按编辑 你可以从这边 从这边好了 从这边按一下编辑 然后它就会跳出Visual Basic 那我习惯是把它缩小一点点 浮在上面 字如果太小的话 可以用工具选项 把它改成撰写风格 建议是14号字按确定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说 录完的程式上方 再加上注解 那所谓的注解就是 这个是你要自己打上去的 单营号开头 后面自自己加 就是你到底做什么 你自己在组行组行 把它加在你的录制程式上方 那这个好处是第一个 你现在回头看 看得懂 第二个的话 顺便学习 以后如果你要写VBA 你就不用每一次都录制了 或者是你 就假设录制错误 没关系 你不用重录 你可以自己修改就好了 比如说上一半有同学 就是游标直接就放一二 就不会产生这一行 那如果你要重新录制的话 麻烦你干脆 直接在第一行加这一行就好了 就是什么 Range 就是物件 点Slate 自己打上去 我就OK了 所以以后VBA 很多地方 就变成我们不用录制了 你就干脆自己写就好了 没几行 顶多就两三行 他自己写我就OK了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再来就是要教各位 怎么样自己写VBA的整个步骤 那现在我建议 就是你就把那个SOP 熟悉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会一直强调 反正以后 你一做什么 二做什么 三做什么 那你就不要跳 你不要少个步骤 那我想应该你要写出VBA 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OK 那尽量 因为我的想法是说 尽量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就是尽量 不要你们每次 我就要学一大堆 学程式要记录一代太多了 那我尽量 告诉你的是最重要的 暂时你不需要知道的 可以暂时不知道 没关系 但是以后如果你程度提高 你要自己再去看书 再去加 再去加 慢慢加 也OK 可是那些暂时不需要知道的 我暂时不要增加你们负担 不然的话 我们讲 程式学多 学乎完 你会学想放弃 每次上下来 一堆东西 永远记不了那么多 你就会想要开始放弃了 我的想法是 你们就把那种很愉快 很轻松 就把它学好 然后学好之后呢 在工作上也能够派上用场 那能够派上用场 像我们刚才会有一个正循环 你就会讲 越学越多越学越多 那不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 算是那个整体的那个 Round 的那个过程 OK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接着用写的 那怎么样写 所以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后面 就要继续来看 我们云端白板 所以待会云端白板 所以可以参考云端白板的这个 文字以下函数 那前面的东西都在 然后底下的话 我们要开始撰写VBA 那如何开始撰写VBA 如何手动自己写 所以上礼拜的东西 上面都有 OK 自己稍微参考 这一段好像就上礼拜的 那个录下的东西 在这边有第几页 所以以后你也可以参考 可能会上课 会特别跟你们讲一下 在第几页 这边有第十二页 总共 二十一页 OK 那待会的话就是要 写自己写 那怎么自己写 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那写 这个VBA的方法很多 总 那当然 我一直在思考 用哪一种方法 对大家来说是 最简便的 也就是说 这一套方法 以后你学会了 你就可以用那些很多地方 很快的 就可以马上套用上去 那 第一种方法就是说 如果你本来就已经会写Excel的函数 Excel的公式都有了 那如果说 我现在希望怎么样 快速的把Excel的公式 直接就丢到竹筒格里面 就可以帮我Run结果出来了 那这样怎么写 等于是有点一半是 原来的东西 一半是结合VBA 这要怎么写 其实程式不多 大概就是 先写一行 再写上下两行 有个回圈 回圈的意思就是说 重复做 OK 怎么样去理解 这边可能会需要 学会一个物件名称 叫做Sale Sale加S 后面 Sale就是储存壳 的单位Sale OK 它就是一个Sale 然后S的话就是 整个工作表的所有的储存格 那 所有储存格后面会加一个刮符 这个刮符的话 指的就是先列在栏 哪一列 哪一栏 等号后面就是把后面的公式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就可以了 OK 它这种概念 那至于怎么做 我们待会再细部跟各位说 请各位把那个上礼拜的东西 先打开来 然后稍微把上个礼拜的东西再整理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接着来看 如何用VBA自己写一点程式 那 按部就班 OK 所以在后面的话 可能相对的会比前面用公式来的更困难一点点 OK 不过各位也不用担心 这些东西会不断的出现 而且 撰写的方法都雷同 有点像你就透公式吧 OK 步骤都一样 所以以后请各位慢慢熟悉这些步骤 熟悉久了之后 慢慢就差不多这样套用下来就OK了 那还有就是说 相关的我的资源都在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记得那个云端的位置 然后自己去云端上面找上课的参考的讲义 就像云端的讲义 然后上面的云端的这个资料也是可以复制贴上的 所以如果说你打字比较慢 或者你打错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复制先贴一下 先可以不妨再说 回去的话有时间还是建议你每个字每个字都自己打一遍 会比较扎实一些 像这些东西 第一个要真的学会 第二个除了会之外要熟练 因为VBA以后就每个字都自己打 不是说它自己会变出来 不过我会教各位一些技巧 就是可以尽量减少一些麻烦 减少一些打错的这种机会 OK 等于就是分享 我觉得这一套东西就是分享我 大概二十几年来的城市撰写经验 然后把它稍微做一个浓缩吧 可能就是尽量思考 你们需要的东西有哪一些是最重要 然后帮各位就是把最重要先挑出来 然后逐一的来告诉各位 然后用一个比较简便 至少就是有点像 前面有点像帮各位开一条路 你们就照着先照着走 比较不会那么辛苦 我只能看书 我旁边的书籍 真的是写给专家看的比较多吧 OK 试一下 谢谢大家 好